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同一證券總公司呂中達 我们今天为各位所定的题目是 欧洲政经动荡下的投资战略 有三个指题 首先做10月份台股的投资展望 再者是有关于瑞士信贷最近传出财务危机 最后我们来讨论俄国兼并的乌东四周 以及北溪的管线被炸 我们先来看10月份台股的展望 来厘清政府的一个相关动作 因为台股的年年重创 尽管会在9月30号出手 祭出了限空令 那另外一个就是本周四 6号国安基金的例会 预期应该是开会后 会把这个护盘延到明年 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那来看祭出限空令的部分 我想这个多少对台股的止跌 是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究竟整个情势如何 还是得回到国际整体的一个投资氛围 这当中包含看美债殖率跟美元的走势 它是否能够收敛 还有美股是否能够止跌 比较有一个像样的短谈 这都是在看大盘里面最关键的所在 那政府的部分 我想我们之前跟杰瑞这边的互搭有提过 国安基金它是试图去吻盘 但它不是一个拉抬行情的助力 我想要对这边做一个定调 那眼前是面临万三的保卫战 先来看这个关卡到底会是如何 那假设就选股而言 我们延续之前的基调 在电子的部分 IC设计 晶圆代工 系晶圆等等 这里因为有库存的一个调整 那明年又有产能的大幅开出 在股价落底上恐怕是需要一段时间 大家要多一点耐心 那至于就产业的部分 比较有亮点的所在 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谈到 包含这个工业电脑 那网通伺服器 资料中心高速运算等这些次产业 那这里延展出来的 包含连接器组装等零组件供应商 至少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相对抗铁 也是我们几个礼拜来跟各位说 它的产业比较能见度的所在 传产的部分 我想仍然是锁定跟绿能 跟政府支持有关 这个环保方面的概念来琢磨 这当中包含太阳能 还有最近所谓的锄电 重电设备族群等等 智慧电网 还有这段时间 在美中政府所强力支持的电动车 它延展出来车用电子 车用晶片等这个零组件的供应 都是在现阶段市场比较混沌 大盘动荡当中 大家可以比较锁定来关注的一个族群 最后就是在 随着疫情在走向解封 国境开放 那么过去两年 沉压很深的这种内需民生消费的部分 我想因为利空开始在沉淀 慢慢走向一个比较正面的轨道 所以包含超商饭店餐饮观光等 这些所谓的内需民生消费的族群 也是在目前的题材上 比较能见度的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接着我们来锁定的就是 最近在欧洲很重要的一个金融事件 这瑞士信贷传出可能有财务的危机 那么瑞士信贷是瑞士的第二大银行 传出来它陷入财危机并临破产 那这个指标其实要看的就是CDS 这个CDS反映的是违约风险 中文我们把它叫做信用违约交换的利差 它在上礼拜有明显的飙升 所以市场上传言 它极可能复制2008年的次贷风暴 成为另外一个所谓的雷曼兄弟 那每一期也披露 该公司的高层集电在安抚客户 那就股价而言 瑞士信贷股价在过去一个月 跌幅已经将近三成 今年来至今是跌幅达到了六成 那后续会如何 我想还是得回到刚刚谈到这个CDS 因为在2008年 我们看到事后来回顾 这些出市的公司在出市前CDS都有明显飙升 所以这个CDS在短期之内能不能收敛 这是一个指标 再者就是刚刚我们谈到 美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它也必须要收敛 整个市场的氛围比较好转 或者情势上还是要比较多的一个审慎跟小心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阶段对这个事件保持关注 但眼前并没有到那么严峻 特别我想举一个投资上的名人来做说明 在2008年次贷风暴爆发之前 有精准预测到 就是纽约大学的财务金融系 鲁比尼 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末日博士 那这13年多 他几乎在看大的方向都是偏空悲观 但是有关于这次瑞士信贷的财务危机 记者采访他 那我们这位末日博士鲁比尼说 没有到那么严重了保持追踪就好 我会以他为指标 所以我说现阶段就是我们关注 但应该还不至于到什么另外一个雷曼时刻 或是爆发金融危机 这个是有一点言过其实 言之过早 这提供给各位参考 往下我们锁定在第三个子题 是在乌东四周被兼并 还有北溪被炸的这个议题 那9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丁 正式将这个乌克兰东部跟南部的四个州 包含顿内之客 卢干之客 赫尔松及波扎罗勒等四周 原本乌方的领土并入到俄国 那这件事情我们后面会再批专题来跟各位戏谈 原则上应该是整个俄乌战争打了七个月 他的战争目的跟战争的性质 都出现了根本性结构性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因为这里本来是乌南跟乌东的四周 结果这么一个公投 他缓了变成俄国的领土 他是一个直接的兼并 那么日后如果乌方想要收复师徒 对俄罗斯而言就叫做俄国的领土保卫战 所以各位去想这个战争 当然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那眼前要关注的 我们在之前的频道有跟各位提 就是有关于核战这个问题 就是俄国如果认定这是俄国领土保卫战 那乌国说我要收复师徒 往下就是战争会不会直变 变成了一个核战的真正爆发 我想西方国家是有这个敏感度的 所以拜登总统为首 最近不断在示警 那美国的国安情治单位 也在接受外面访问表示 我们跟俄国的高层 是有在做沟通的 所以大家很努力在管控这个核战 不要去做爆发 但是眼前其实不太容易有比较好的回旋 原因很简单 之前在有关于欧洲这部分 因为面临能源的危机 冬天可能挺不过去 所以有在讨论要不要松缓 对俄国的制裁 可是当这个乌东四周被兼并以后 欧洲走向另外一个比较鹰派 就是好那既然已经到这样 我们干脆挺过去 我们要维护我们现有的这个民主人权的体制 那这就是造成有可能因为乌克兰疲劳 大家累了 要开始展开跟俄国比较好的一个正面的和解 现在因为这个兼并的事件 它又变成是鹰派对鹰派的一个对决 其实上比较没有一个转环 那中和大陆也比较尴尬 原本才说我要坚持要和平 要在中间斡旋 可是当这个兼并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他是没有投佛决票 他没有投这个赞成票 他缓而就是说我弃权 代表什么中和大陆也处在一个比较进退维谷 左之右处的一个窘境 我举这些事件的背景是想跟各位说 眼前其实因为这个兼并战争越来越不容易和解 回旋的空间也比较弱化 那就是要去观察有没有走向核战爆发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现阶段在乌冬四周被兼并后 我们在战争里面所要关注的焦点 最后我们来锁定的是北溪被炸 那么第一螺旋升高这个议题 在926号连接俄罗斯跟德国中间这个天然气的管线 北溪1号跟2号突然爆炸 有四处的漏线 那各方就开始猜测这是谁动的手 当然每一方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答案 那么德国丹麦跟瑞典已经组成联合小组 要来调查北溪管线被蓄于破坏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 当然就绿能环保而言 它会引发比较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要开始留意跟波兰有关的角色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条管线本来是历经了十几年 在梅克尔任内 它是连接俄罗斯跟德国中间的天然气管线 那管线落成假设今天是因为有战争的问题 如果没有它是一个和平环境 德国就控制了整个欧洲 它这个天然气运输的一个枢纽 这是德国在未来能源部分 在欧洲的一个战略角色 但是随着这一次 俄乌战争的爆发 北溪的管线重新被评估 又发生了爆炸事件 同一个时间 欧洲另外一条天然气管线 就是所谓挪威 丹麦跟波兰合作的波罗地海管线 开始把北海的天然气输往欧洲 那是什么意思 这条管线完工之后呢 挪威就超为俄罗斯 成为欧洲天然气最大的一个供应国 那么挪威有90几座海上的油气田 挪威当局也比较兴奋的表示 欧洲终于有机会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各位这件事情是一个能源上比较大的变化 我想我们后续要保持追踪 如果挪威有机会取代俄罗斯 成为欧洲最大的能源的供应商 可能在这场战争里面 欧洲被掐住的咽喉 它就开始比较不一样 这是要观察 另外一个就是波兰 各位如果有印象 我们在线上的课说会 还是我们这个忠实表达 有略微带过波兰 波兰本来在过去的二十几年 就是因为它跟德国的连结 它有很不错的一个政经情势的发展 然后它也是全世界来讲 直律排在前面的一个地区 我的了解 平均年化应该你去投波兰的指数 有6%左右 这个是在目前环境 有相当的吸引力 那为什么要把波兰再拉出来谈 当这条破地海管线开通 它中间有一大块是在波兰 那意味着什么 波兰有机会取代德国 成为欧洲 至少是欧洲中部 能源转印的枢纽 而这个管线就会大幅提升 波兰在欧洲能源安全结构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俄乌战争打了7个月 西方跟美国现在全力奥援乌方 而那个战争的前沿第一线其实就是波兰 我的意思是如果就能源的供应枢纽 就整个两雄相争 那么波兰是位置一个要害的所在 我提过了在一般来讲 国际关系是影响国际金融最关键的所在 波兰或许是各位你我大家开始要看待关注 甚至我比较多一些了解跟研究 因为我自己在正式的同班同学 曾经派出过波兰有6年的外交官 照他给我回馈的一些资讯 他对这个国家的前景是看好的 那这是一个很新的题目 很新的一个方向 我研究完我是比较觉得大家可以用中长期 甚至不排除用一个比较退休金的规划 来看波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诉求大财馆 诉求金融百货 波兰今天因为这个北溪被炸了 引发一个新的议题 我再次把这个国家 他可能的投资前景拉出来 比较新的方向题目提供给大家参考 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好的 以上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所准备的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内容有助于判断跟操作 尽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非常感谢各位的盛情参与